专注的眼神凝视着标靶 在射击界被昵称为正见妹的吴佳颖 在107年全国梅花杯射击锦标赛当中的 25公尺首枪决赛 用满靶的表现强势收尾 并设下30分的高分 力压自己的亚运战友田家珍 夺下金牌 其实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练 这个项目的枪了 我对我自己没有设定太多的目标 就是不要有动作上的失误就好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今天能够达到金牌 然后就是最后一组也有出现满靶的状况 其实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还蛮惊讶 吴佳颖和田家珍两人 曾一起带领中华射击队 在2014年的仁川雅运 十公尺首枪女团赛中 夺下银牌 较为擅长空气枪的田家珍 在这次的雅家达雅运 肩向25公尺运动手枪 最近刚升格为人母的她也坦言 自己的状况还在调整阶段 今天整体的状况 预赛其实还可以 但是决赛因为有点黑有点暗 所以我看不太到我的准性跟灶门 对所以就是完全凭感觉大 毕竟刚生完小孩 然后我还在调整我的状况 对希望可以恢复到生孩子之前 他就是认为他训练一段时间以后 他发觉 他说二十五米比空气枪来得好打 因为他不会让你脑袋瓜里面 有任何一个另外一个思考模式出现 三秒钟完全没有让你 你只有专注力而已 自从二零一六年礼乐奥运结束之后 国际设计总会为了响应奥运 倡导男女参赛比例一比一的愿景 所以本届亚运取消了团体项目 改为混双赛事 如何培育男子组的人才 让手枪项目不再只是女子组 一枝独秀 也将是中华队的一大课题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